大家好,又快要打风了 我记得四年前山竹很严重 我记得我当时在下了波爆风球之后 我在大围的火车站足足等了几个小时 才可以到九龙区上班 因应那段情况我们也反映了意见 最后政府就在指引上的工作守则 就加了一个极端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在八号风球下了波之后 但是交通情况仍然很混乱 路面有危险的情况之下 政府就会宣布一个极端的情况 大家都不用急于涌出来上班 另外虽然现在法例没有说明八号风球 是不用上班 但是大家打工仔都要留意自己的权益 举例如果八号风球的期间 你要上班的时候 在上班前的四个小时内 或者是下班四个小时以内 如果你是承搭公共交通工具 上班的或者是下班的 如果又不幸遇到什么意外 其实都是可以获得工商补偿的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权益 另外过往我们也收过一些个案 就是说雇主就会知道明天将会爆风球的时候 就会立即通知那个员工 就说明天都会爆风球 你都不用上班了 不如明天就当是你的休息日 或者是你的年假 那你之后那个星期日 上班再補充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就要留意自己的权益 因为比如说休息日 其实是要雇主和雇员 双方去协定的 也都是要在一早的时间 就已经通知了员工 哪几天是休息日的 其实就不可以雇主 是单方面说明天要改就要改的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留意了 而年假也是一样的 雇主就要在放假之前的14天 就已经要通知那个员工 你是什么时候放年假的 所以也不是雇主可以单方面说明天要改就改的 所以记住大家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都要记得留意自己的权益 另外劳工署就有一个台风及暴雨 情况下的工作守执 其实就建议雇主尽量 真是一些非必要的员工 就不用上班了 最多一些迫切性的服务 要维持的时候 又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才是要求那些员工上班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如果下了波之后 因为可能种种的情况 交通的问题 路面不相信 要赶回上班 但是又迟了一点点的时候 而这些因素 也都不是员工可以控制的时候 然后雇主都应该作出体谅 就不应该不合理地扣他们的人工 但是我们都希望雇主可以遵守 也都希望那些打工仔 可以了解多些自己的权益 谢谢 谢谢